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呢 他为各个人物的发展和走向提供了很多的建议 毕竟这些是他底下的人物啊 而且呢 他还要再次强调 小说里的一切细节都在现实当中发生过 在某个时间 某个地点发生过 第二点就是 小说依然影响第二季 是的 小说讲到第一季的结尾 然后呢 就跳到了200年之后 有学者发现了Alfred的录音 所以第二季发生的事情 就是阿特伍的小说里一代而过的地方 第二季会加入更多的细节 慢慢来给你讲述 第三点就是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 情节的重点依然是在 Elisabeth Moss扮演的这个Alfred 讲述的是她怀孕 以及做母亲的整个经历 第四点就是 事件发生的地点会变得更广 除了发生在第一季描述的 极烈共和国之外 还有一集发生在诡异的 令侍女们害怕的殖民地 也就是那个被生化武器污染毁掉的地区 第五个小秘密呢 就是会有新的角色添加进来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 五次得到托尼奖的百老汇演员Cherry Jones 扮演Alfred的母亲 起着带动剧情转折的重要作用 奥斯卡奖得主Marissa Tomei 会扮演一位军官的妻子 第一季里的另一位主人公Alfred Glenn 也就是Emily 是个同性恋 在第二季 她的妻子Sylvia出现了 非常有特色的Klee Duvang来扮演这个角色 两人试图逃亡加拿大 第二季里还有一个15岁的少女 扮演者是Sidney Sweeney 但是这个少女呢 却是非常的虔诚顺从 热爱极烈共和国 第六点就是 所有第一季重要的角色和演员都回归了 包括Elisabeth Moss 包括Alexis Blundell 还有就是男主人公的扮演者Joseph Finks 第七点就是第二季总共有13集 第八点是 有更多的闪回 让你去了解极烈共和国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第九点就是 身在美国 又是如此富有政治寓意的聚集 当然少不了现任总统川普的影子了 制作人Mila说 第一季提出的问题 我们在第二季给予了回应和解释 我估计呢是会描述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第十点就是会添加另外的两类女性 在第一季没有出现的 一类是非女性 I'm women 她们没有办法生育 于是呢就会被送到生化污染的殖民地 Colony去清理 基本上就是把她们放到那里去死 还有一类女性称为Econ Wives 也就是底层男性的妻子 在第二季里呢 Econ Wives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一点就是 对于抵抗组织May Day有更多的描述 May Day不是一个营救侍女的组织 而是一个抵抗激烈共和国的组织 但是呢 反对激烈共和国 却并不意味着会善待女性 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理解吗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 侍女的故事第二季的十一个小秘密 全在这儿了 记住是在4月25号星期三 有兴趣的朋友们别忘了找来看 然后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一起讨论一下 感谢收看燕子影评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再会 Seriously but the actua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